凯尔特人主场开启盘外招 勇士随队记者爆料 热身时勇士队篮筐高了5.08厘米 北京时间6月9日 勇士和凯尔特人总决赛第三场比赛 移施凯尔特人主场进行 最终本场比赛勇士100比116不敌凯尔特人 现在赛大比分1比2落后 而有趣的是 据勇士队随队记者报道 在热身时勇士队助教开球前 察觉到篮筐的高度有些问题 并且找来几位勇士球员进行确认 发现有问题后 高了5.08厘米 而反观绿军篮筐则没有任何问题 不得不让人联想 是否是凯尔特人主场的盘外招呢 而早在之前 绿军的主场就以魔鬼主场著称 当时红衣主教阿尔巴赫 在主场某个地板埋下陷阱 篮球弹在地板上时 高度明显下降 因此方便防守球员抢断 而这一点 只有凯尔特人队员事先知道 问题地板在哪里 因此他们会逼对手运气要大那个位置 然后完全抢断 不知道勇士今天手感的问题 是不是和热身时 篮筐高度太高 导致准星出现了问题呢